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大街熊市場 今天呢是1月1號元旦 元旦代表新的一年 當然要幹嘛 就是去探險好不好 這次的探險呢很簡單 我只有帶什麼 我只有帶手機鑰匙錢包 然後筆電 沒了就這樣還有這台攝影機 這次的探險採用的是叫做無目標探險 這條路呢如果看瞬眼我就開進去 甚至我就不看地圖 所以我會開到哪 會在哪裡休息 甚至回不回得了家都不知道 FREE STYLE行程 今天剪不剪得出來不知道 先這樣啦 高雄真的就是有過節 各位各位報告進入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小時 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哪裡 過港隧道啊各位觀眾 前方有隧道請開頭燈 哇 死了 從來沒來過耶 往旗津靠右邊 看起來要去旗津的人很多 哇 嚇壞我 好像開箭不開開的地方來啊 如果我沒位置停 我就沒辦法帶你們看了 中的行囊 裝滿了糾纏 好啦我們準備卡在這裡了 現在前面整個卡住 他說不喜歡 他說不喜歡 他還不喜歡 這倒人 這倒人 各位我現在被困在車鎮裡面了 有沒有想說帶你們來騎巾 看一下他們駕駛是怎麼回事 結果你看 我後面一堆車喔 我後面已經一堆車了 然後前面 排了一圈過去啊 哇 這個不要說我找停車位了啦 這根本就是排隊等回家的好不好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這根本不是排隊等進場啊 這是排隊等回家的啊 今天的影片要開天窗了 喔 你看繞一圈回來有沒有 嘻嘻笑了 喔人太多了啦 難得大老遠來這一趟好不好 而且還開到這裡面要停車了 結果我現在要開出去 我肚子好餓 估計吧 至少啦 至少還有60台 這一條路塞滿一整排 差不多60台 這些車我看等一下進來之後 也是要出去吧 我剛剛光是塞這個車鎮喔 我都還沒下去玩喔 不要說玩喔 我人要拍一個吃東西 好不好 我都沒辦法拍 我現在完全浪費了一個小時在這裡 他們要這樣一路綁過去嗎 也太...也太...太劈淚了吧 好猛 在這種市場啊 其實 人情味還蠻濃的喔 我就是走過去跟那個阿伯說 插槽我第二三罐一罐喔 嘿!對!嘿! 在這 新娘退火 現在在屏東的潮州 第一站呢 我想要去那個 萬軟的彩位釣橋 然後現在是五點多 有點尷尬喔 希望今天可以到萬軟釣橋 然後吃個萬軟豬腳 今天就這樣 ending 廢話不多說 趕快出發啦 700塊 喔... 超重啊 車上越來越多衛生紙啊 萬軟還有一公里啊 看一下萬軟有沒有豬腳可以吃 至少帶你們看一下豬腳吧 有啦 豬腳街 已經看得到豬腳店喔 那個人潮跟這個車位 停不下去喔 有沒有比較方便一點吃的豬腳嗎 喔... 熊加豬腳耶 喔...排成這樣喔 喔喔喔喔 前面還有沒有啊 蛤... 豬腳一條街只有兩家而已喔 喔...沒有提卡啦 喔... 喔唷... 我已經不知道我開到哪裡去了 連釣橋的影子根本就沒看到啊 天啊天啊天啊 太感動了太感動了 等一下 整座釣橋現在在發光啊 終於到了嗎 終於到了嗎 各位今天的目標總算到了 時間是晚了一點 不過沒關係至少到了就好 轉個三軸啊 等一下我們下去看一下 好各位今天的真英雄日常 來到這個是屏東的萬軟彩繪釣橋 可以看到這邊的地點比較偏僻一點 我們要先上這個階梯喔 喔喔喔 蠻美的 從這個角度給你們看一下 蠻美的喔 都有那個LED的燈條啊 這樣延伸過去 然後... 彩繪釣橋啊 原本早上來應該是要這樣子啊 有沒有 各種3D的 阿現在黑成這樣我真的是沒辦法 地板上真的有圖案耶 太黑了看不到 現在這個時機點就是 比較尷尬一個 彩繪釣橋的彩繪 完全被蓋住了 現在晚上真的看不到地上 你在畫什麼東西喔 走過去的話延伸就會像這樣子 現在這個時機點也沒什麼人 突然有一種孤單寂寞 覺得冷 喔其實一轉眼就到了鏡頭了 可以看到喔 它這邊有一個拍照的示意圖 然後地上的全部都是3D的圖畫像 就是這樣 地上還是可以很勉強的看到一些3D的圖畫 我找看有沒有一個位置比較好的 並沒有 並沒有比較好的位置 這個真的要找上來了啦 晚上只有這個燈光秀喔 有點可惜真的 欸對就是這樣子 彩繪釣橋 不要晚上來 因為你根本就沒得玩 好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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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惜